价值资讯 周周推荐 近日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 以害生育率从0.7跌至0.5的新闻引发网络关注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江全宝表示 要警惕终身不婚不育这个情况 凤凰网财经在微博发起了话题警号专家称 要警惕终身不婚不育情况 话题阅读量在一天时间内突破两亿次 在评论区有大量网民发布了嘲讽言论 对警惕一字的使用 以及将生育率问题完全聚焦于女性群体上 表示强烈反感 我23 北京理工大学 职场管理 我是不婚主义 加上我绝对不会要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想法呢 结婚意味着很多很多东西 生存压力也很大 我最讨厌的就是穷人还要去生育 因为这样其实造成的就是 那个孩子可能会很自卑 他需要用一生去治愈他所有的经历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近日发表的 建立生育知识政策体系 注重加强意海生育知识 一文指出意海生育知识政策的重要性 在该文中贺丹指出 意海生育的萎缩和推始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 分孩子看 意海生育率从0.7跌至0.5 意海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 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 意海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 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就目前我国的生育结构来看 意海的提升空间还很大 你是因为经济上吃过什么苦吗 就是会有很多无力的时刻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也会给你压力 就是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那你看我们上一辈经济上也没有那么富足 也把我们养大了 就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把养孩子这个事想得太困难了呢 就是他们那一辈有很多红利 包括他们上一辈也会歌颂苦难 但我不认为是对的 那你不担心老了以后一个人会孤单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那你都快活50年了 你后面20年稍微遭点醉怎么了 虽然我们年轻时候非常潇洒很快活 但是也要考虑老了之后嘛 然后至少要把那个钱赚够吧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江全宝指出 中国的异孩生育率下降到0.5 不代表中国女性只有50%的生育异孩 如果想度量有多少女性最终生育异孩 可以看女性到50岁的曾经生育比例 即终生生育率 比如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西安市49岁的女性 大概有5%还没有过活产子女 这表明1971年出生的女性 95%是有过活产子女的 也就是生育过的 一个是要对总和生育率 尤其是一孩生育率下降高度重视 当前国家采取了非常积极的生育政策 就是要提高生育水平 二是要提供多指标的比较 全面综合的看待生育水平 三是要警惕终生不婚不育这个情况 采取一些措施应对 我们来看红星新闻 一孩生育率跌至0.5意味着什么 专家要警惕终生不婚不育情况的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中提到 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 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 分孩子看 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 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 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 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 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就目前我国的生育结构来看 一孩的提升空间还很大 红星新闻此前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提交了一份关于重视一孩生育知识的提案 其中就曾提到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 分孩子看 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 总和生育率即等于各孩子生育率总和 这是否意味着50%女性终生不育 基于年度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如何解读 6月5日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江泉宝 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一些研究证明 在生育推迟的幅度下降或者消失之后 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由于推迟效应变小时会上升 所以 总和生育率这个常用指标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生育水平 但是受到生育推迟的影响 并不代表一个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 江泉宝介绍 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常用的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 它指的是如果按照某假想生育模式 15岁生育率水平是多少 16岁生育率水平是多少 49岁生育率是多少 不过生育年龄15至49岁的一个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 在过去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稳定的情况下 总和生育率可以认为是一个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 这是个假想的女性生育的数量 但是 某一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往往是由当年各个年龄段的女性生育率加总而来 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 生育模式之间可能有明显差别 江全宝指出 生育推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指标 比如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在2019年发表在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上的一篇论文指出 我国1990年到2000年总和生育率下降了1 其中40%是由于生育推迟引起的 这样一个基于当年实际情况的年度指标 极端情况下 如果今年所有的女性都把生育推迟一年 今年的总和生育率就是0 而明年的生育率会接近翻倍 江全宝介绍 一些研究证明 在生育推迟速度变慢或者停止 推迟效应变小之后 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可能会上升 红星新闻记者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间数据计算 2011-2020年的一海生育率分别为0.669 0.797 0.774 0.72 0.555 0.69 0.668 0.643 0.659 0.626 可以看出 虽然整体向下 但有的年份偏低 有的年份回升 所以 总和生育率这个常用指标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生育水平 但是受到生育推迟的影响是 并不代表一个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 江全宝指出 中国的一孩生育率下降到0.5 不代表中国女性只有50%的生育一孩 如果想肚量有多少女性最终生育一孩 可以看女性到50岁的曾经生育比例 即终身生育率 比如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西安市49岁的女性 大概有5%还没有过活产子女 这表明 1971年出生的女性 95%是有过活产子女的 也就是生育过的 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 接近10%的话题数月前 也曾引起热议 2月11日的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 中国寄生学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表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当前 我国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 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 2015年为6.1% 2020年接近10% 江泉宝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 5月刚刚在人口研究和BMJ Open发表的论文显示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49岁女性中有5.16%没有过活产 在大专辑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该比例为7.98% 在城市女性中该比例为6.29% 江泉宝强调 这个群体是2020年已经49岁的女性 即1971年出生的女性 后面的出生队列 终身补育水平只会更高 应该引起关注 因此 对于年度总和生育率 江泉宝表示 这是一个反映生育水平的指标 但是会受到生育推迟的影响 所以会比女性实际终身生育的孩数低一些 但即使如此 未来终身补育水平的提高 也会造成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那如果我们这一代都不结婚生娃的话 人口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怎么办呢 最后来看 人民日益增长的智商水平 和专家落后的胡乱 建议之间的矛盾 要警惕专家生育是否达标 作为专家必须达到一年至少生育一孩标准 不达标者无法领取退休金 直至70岁退休为止 建议专家一胎一个 难保帮我交退休金 警惕专家 扑啊年轻人生孩子 不要再一直盯着女人的子宫好吗 生不生是人家的自由 惯你批事 警惕 看到热搜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恶性事件了 韭菜根都挖出来了 现在想要韭菜了 现在的婚育率都是这个社会应得的 失业率不管 天天管被窝里的事 我的贫穷也没人警惕 我把我的名额转送给专家替我生 网友称要警惕专家终身闲吃萝卜淡操心的情况 你不生 我不生 幸福生活过一生 确实需要警惕 电池 燃料和炮灰到时候不够用了怎么办 警惕老必登打三胎牌 怎么整天研究女性 是其他因素无力改变了 怎么着 搞一个百日无套计划 我都是被警惕的对象了 好像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意味着应该努力提高人民幸福指数 减少男女对立 降低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 做好这些 再来说说生育率 能把世界上最温顺的猪养成 绝种只能说养猪的优点东西 能想到一百个不生孩子的理由 却想不到一个生孩子的理由 生完后 人口红利是过家的 经济困顿是屁民自己的 先警惕软肋吧 生孩子不是水龙头 你想关就关 你想开就开 真够傲慢的 个人的生育凭什么理所当然的被计划 真就把人当猪呗 下一步感觉要上刑具了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警惕的 有些国家人口甚至不到中国的领头 人家不一样是发达国家 还是那句话 经济发展到今天 如果还把希望寄托在人口红利 廉价劳动力上 那这个国家没有未来 这应该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热衷于管控人民子宫的国家 别惦记女人的子宫嘛 对现在活着的人好点了 劳动法996 高物价高房价 说累了也没人在乎 现在这环境不想生孩子惹到你了 还警惕 怎么不去警惕别人 周周坎也给一句点评 人类到了不愿生育下一代的经敌 都是钱惹的祸 要想恢复人类的生育本能 必须废除以资本为纽带的社会制度 必须废除奴隶制度的不断升级 价值资讯周周推荐 欢迎订阅分享 请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资助我们